媽媽, 你喜歡我嗎? 傻瓜, 媽媽就像天下家所有父母一樣 當自己的兒女像心肝寶貝一樣 還是要回家 沒法解釋一種感情已高過 叫我永遠有希望不貴見譚 沒得歲月後世還回 唯獨你從不算代價 芯哥, 你喜歡媽媽嗎? 當然喜歡,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好嗎? 各位觀眾, 你們好 一見到我肥肥就知道 是孝感動天的節目時間 今晚我們的嘉賓也是開心過來的 因為她主持遊戲節目 非常投入和開心 但是她也是孝順仔, 她就是曾志偉 曾志偉由農府舞師出身 她做過編劇, 演員, 導演, 監製 參與過的電影超過100部 成績非常輝煌 也是一位出色的電視節目主持人 近年她更熱心慈善公益 而在校道方面, 她又有什麼體會呢? 志偉, 周時聽到你 在朋友面前提起你一群好朋友 例如阿倫, 學友, 妹妹 不過最近跟妹妹有些吵架 沒什麼事而已, 是嗎? 言語上不會吧? 有, 當然沒什麼 回去很少聽你們提起家人 你和你爸爸媽媽的感情好嗎? 我當然覺得好 但是很多人會感覺 我就說你們很少見面, 她說好 我覺得好與不好 跟信佛一樣, 只是在心裡 我覺得我爸爸媽媽就… 其實每個爸爸媽媽都說是 天下間最疼愛的 一定是自己的兒子, 是嗎? 可能每一次你在他口裡都聽到 誰的兒子現在多厲害 現在又做了醫生, 現在又做了什麼 但是這是她說的 你不在這裡的時候 心目中她就覺得自己的兒子永遠是最厲害 當然 當然, 劉家良師傅帶你去日韓做武師 你爸爸媽媽有沒有反對過? 他非常自由 完全讓我去選擇你的職業 完全讓你自由手 可能當時他想, 孤惑仔 他自己會想, 現在最初讓他碰釘 所以他什麼都給我 其實我人生只有兩份工作 哪兩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是什麼? 踢足球 踢足球, 你可以說 因為我爸爸的嗜好之一 我經常拖著我出去踢球 人家說, 你兒子踢得不錯 他也很開心 然後就說了 好像現在很多歌星 或者看到他 你兒子唱歌, 唱得好 他也很開心 他也行 但你實在心裡變得好 就是這樣 第二份工作就是電影 電影的時候, 我跟家良哥 因為家良哥很喜歡看球 就認識你了 是球場認識你 對, 我就說想轉行 什麼… 離開香港, 試試其他東西 我們有一部電影去台灣 你現在收電影, 即是踢球 熱天就不用踢了, 幾個月 你試試拍電影兩個月 喜歡的就留下來 不喜歡的就回來再踢過 好, 其實心裡也不知好得不得了 是, 打算去台灣玩 寫了一封家書 一字一類似的 我真的像劇情片一樣 有酒滴眼淚滴在字裡, 化了 是不是你故意滴水 說出來也是… 說出來也是… 但那封高信對我自己很深的感覺 爸爸見到我回來 又沒有說辛苦了嗎? 沒有, 回來見到就笑了 就是說, 讓你捱一下 對, 你就知道了 你從武師到做演員、導演 到現在的名節目主持人 你的城製是有目共睹的 你爸爸媽媽有沒有以你為榮? 很驕傲的 他在我面前說, 當然不會 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很開心… 因為這些不是自己說的 他去哪裡?朋友說 你兒子很厲害, 你兒子… 孫廣姐是你嗎? 有時候我不覺得, 回家見到我自己也沒有恆心 爸爸也剪了很多剪報 是… 每一頂帶他都要託人 他不敢叫我 託人錄口給他看 是呀…所有的事都是他做的… 實在是他這麼關心你 就表示以你為榮了嗎? 上集說到, 蹄螢為救父親 不惜毀身下嫁菁兒 菁兒得知蹄螢一家人能夠互相犧牲 而自己又缺乏父母的慣懷 他一屍敢捉, 令犬自殺死在父親的刀牙 師哥, 下面隔壁森嚴 我們一定要小心, 不要出錯了 老天爺, 你一定要保佑提刑 把這卷蔓延書交給聖上 救到爹 師哥, 你幹甚麼? 爹 佳瑩, 師父代我恩重如山 你承傳我吧 不行…我不會讓你一個人下去 你快點放開我… 佳瑩… 佳瑩, 不要吵了 我們倆一起下去, 只會一起犧牲 如果是我一個人下去 就算我犧牲了, 還有你可以救師父 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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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 你千萬不要吵架 老兄 老兄 停手, 留下嘴 發生甚麼事 皇上開恩, 草民要獻上萬賢書 閉嘴, 大膽刁民, 已經金虹言亂語 皇上, 萬賢書乃收集 全城百姓的簽名 還佳向皇上求情 射免我師父純於義的死罪 當中恩由, 書中自有賢命 求皇上命監 皇上, 純於義, 回皇上 純於義欺君凡常 經過廷衛的審訊 此案已經完結 至於崇日, 他以途犯嫁都好貌不軌 照微臣看上來 他只不過為求自母 所以在妖言還重 皇上, 情不必理 皇上, 此人冒死犯嫁 無非是救他的師父一命 可見為人忠義 大膽犯嫁也算是忠義之人 陳尚哥, 你真是顛倒是非 是非一白, 皇上智會定奪 又何須處處落井下石 兩位卿家無需爭論 朕自有主要 人來, 情頌萬賢書 皇上, 皇后娘娘濃胎作動 太義功替皇上速回宮中 皇上大喜 朕要馬上回宮 將萬賢書暫且放在御書房 皇叔, 此人犯嫁之事 就交由你去處理 遵旨 皇上, 皇上, 你一定要啟萬賢書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 進來 皇上, 下日天爐 皇上, 皇上, 皇上 據我所知, 你做完七日和尚 皇上, 第一件事, 立刻趕快回家見父母 為何你領不了什麼呢 其實有兩件事 一, 就是在我們學佛的歷程中 希望視每一個長輩為父母 所有的兄弟姐姐, 即是朋友之一件事 都是兄弟姐妹 能夠這一生, 能夠成為朋友 能夠成為父母, 是很難得的 在學佛的過程中, 通常都會教你什麼呢 第一, 知足 第二, 就是感恩 是… 感恩就是你對每一件事的感恩 譬如, 為何我們平時在貧困地區 做善事, 看窮的人 你不要以為你幫了他 其實他也幫了你 是… 因為你會覺得自己很幸福 是… 因為你看見他, 你會感受到 真是, 幸好我生在香港 幸好這個哉沒有落到我身上 是… 你的感恩心, 你會很大 是… 你會對自己充滿鼓勵 或者充滿自信 如果說到感恩的話 第一個你會想到的 當然是你父母 是… 所以當時轉而出家之後 第一件事, 就很想回去見他們